大家好,我是国欣 YouTuber不应该做自己就好 而应该负上媒体责任 那我的原因有三个很简单 第一个,因为我是一个爸爸 为人父母心 在以前过去啊,过去的年代 如果是双心家庭 爸爸妈妈都做工的话 那跟你孩子最亲的人是谁? 是他的嘎嘎,对不对? 可是现在如果是双心家庭 父母工作,母亲工作 家里没人看他 跟孩子最亲的人是谁? 是Kody Hong 是TongTong 是Joe Channel 是零上进 所以如果说跟他们最亲的人的时候 我们对他难道没有一点要求吗? 就好像Kakak的话 你会想要他很勤劳地做工 也要负起简单的责任 对YouTuber我们也要有一定的要求 那我们的要求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我们的要求也不复杂 你可以每天prank来prank去 但是你不要骗来骗去 你可以没有quality 可是你不要骗我家里的小弟弟 你可以不好笑 可是你不可以不道德 当然我们的要求 并不像马来西亚的这个很严格的电检局 还是宗教局这样 一点点都不可以 不是我们的要求不是这样子 我们只是要求YouTuber 你不要散播未经证实的假消息 在搞笑吸引点击率的同时呢 影片能够符合基本的媒体道德 这样子的话小孩子看得开心 那我们做父母的也会放心 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做自己跟违反媒体道德本身是没有冲突的 这样冲突的时候是在哪里啊? 我举一个例子 在美国有一个YouTuber叫做保罗 那保罗就去到日本一个很出名的自杀森林 他去拍片 那这么不巧 他就遇到了一具尸体 而上吊的尸体 那保罗呢他就做回自己 然后他本身就是一个很fun很有趣的人 他就用很喜笑的态度 然后继续地拍尸体 甚至用这个尸体的图片作为封面 可是这个影片一出之后就引起很多的抨击 到最后在各方的批评之下 保罗就把这个影片下降了 这个告诉我们的是 其实YouTuber做自己的时候 你有很多不同版本的自己 这没有问题 你想要自由做自己 可是这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底线 那这一条底线叫做什么 这一条底线的名字就叫做媒体责任 所以这个世界能不能变得更好 不在于我们能不能够拥有更多的自由 而在于我们得到自由的同时 愿不愿意主动地去扛起多一些的责任 可能在职场上有些同事或者是老板 他就是做自己就好 所以他做完自己的工作之后 别人的他不理 又或者是马来西亚一个政治人物 他也是很喜欢做自己就好 他也不管国家的未来 他做自己就是想要做首相 或者是有一个妈妈 他可能厨艺不是很行 他努力地做自己炒他的菜 他不想改进 这样子那个孩子很快就不大想吃他的菜了 YouTuber也是一样的 然后YouTuber他很喜欢 Prank来Prank去 开玩笑 看抖音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不是要贬低YouTuber 然后YouTuber这样做是可以 可是做自己不是不好 他是可以更好 比如说他可以走入社会 然后他可以让政府听到老百姓的心声 为什么高官可以跨州出席婚礼 为什么百姓就要罚款一万 他也可以关心国家 我们的未来在哪里 Covid的疫情影响之后 我们的经济挑战是什么 喜来登政变之后政治青蛙乱跳 我们应该何去何从 大家有没有想过YouTuber其实是可以拍这样子的内容的 YouTuber是可以引领我们的社会去前进的 当然我们站在这里的话 我们知道这个东西需要时间也不容易做 可是我们在这边给YouTuber是一个挑战 或者说我们给YouTuber一个期许 就是我们想告诉他 希望你能够主动的勇敢的扛起媒体责任 持续的输出有素质的内容 我们希望你一边搞笑一边搞好马来西亚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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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